大家好! 求婚一定要有些什麼呢? 你問10位女士有13位都會跟你說 一定要有鑽石戒指 收到之後 他們一定會掩住口 然後小小聲說 Yeah! 今次我可以在姊妹面前耍命啦 慢著! 不是每個女人都這麼膚淺 貪無虛榮 你試試問一下 為什麼結婚一定要有戒指 他們可能會這樣回答你 因為鑽石代表永恆 他們不會爛的 其實科學家早已發現 你把陽光聚焦在鑽石表面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在鑽石表面造成一些細節 鑽石很稀有的嘛 鑽石之所以稀有 其實是因為鑽石企業一直都限制著供應 事實上 這些企業其實已經囤積著大量的鑽石 為免供過於求 令鑽石價格大跌 那送鑽石是傳統來的嘛 在100年之前 沒有人會覺得 結婚和鑽石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 鑽石恆久遠只是一個廣告的對白 這個所謂的傳統 都是一個近代比較成功的Marketing 那鑽石很閃很漂亮的嘛 有人做過研究 拿著假的鑽石和真的鑽石 在街上問人家哪一顆才是真的 結果大概顯示都是50 50 即是說 其實如果你不是專家的話 你都不可以肯定這兩顆才是鑽石 那如果你就是那個專家 那當然沒話可說 說到尾 鑽石究竟是不是一無是處的呢 在大家要含類買鑽石之前 就算你找不到理由去支持自己這個禁理性的行為 物理都總會站在你那邊 其實鑽石在物理上面 都可以說是有一個挺獨特之處的 就是它的折石率Refractive Index夠大了 由於它有很大的Refractive Index 那根據施列爾定律Snell's Law 有大的Refractive Index 即是代表Size C會很小 也就是說 臨界角C Critical Angle C就會小一點 小一點的C Critical Angle 就代表了發生存來反射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的區域就會大一點 那原本會折射Refract的光線Light Race就走不到出去 我們也可以說 光線Light Race在鑽石Diamond裡面 是比較容易發生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的 如果加上你打磨切覺得好的話 那Light Race就很容易被反射Reflect出來的了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鑽石很閃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拿整副身家去買鑽石的時候 不妨用一下這個理由來安慰一下自己 好看呀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